椰奶鸡汤 椰奶鸡汤 看起來不錯 早餵甘味不錯 味蝦的 看這一家小小的店 看老闆其實也有很多堅持 來吃 老闆吃 好好吃 好 好 古早味乾麵 好 醬鮮拌蛋 特製的醬 特製的醬 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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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過了 熬過的湯頭 它蔥瓜乳肉飯就是 它味道有點甜甜的 這個 我個人比較吃不會那麼習慣 所以剛剛 陳先生也有點吃不太出來的樣子 上面也是有點甜甜的 好 我個人真的比較吃不喜歡這樣甜甜的味道 好 稍微看 嗯 就是這個湯頭不會甜甜的 這個還不錯 好 其他的都是帶略甜這樣子 吃起來應該是太雙口了 還是就是有個人口味的問題 好 這是客家的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點到有用的時間 那時候還是有很多人在點餐 好 這個算是一家平家的那個 客家內飾店 然後都是中心的 好 總結一下這一家 這家是我們的 粉絲 然後推薦我們來的 車廠的對面 好 口味上就是它 比較沒有想像中那種客家的 油充具的味道 因為它的那個 甜分子蓋過的 它就在吃起來的味道 但是 到十二點的時候 還是 還是有很多人 還是有蠻多人自己來點餐 好 呃 相對於那個 台灣小館來說 人潮還是比較多 它的生平麵食館 我覺得來到了 上次買的差不多都吃完了 那我們真的很想 試試看別的口味 對 但是我們沒有加黃粉絲 對我們的產品是都加 像這個之所以能用美中吃的約是 因為 我們是 急速冷凍 我們是 沖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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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沖 它不甜 白饅頭 喔白饅頭 對 這叫味在西竹香山的泰式美食館 這有它的 熱賣湖沖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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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邊要盤子 好 好 超脆香的 見筍 淘海鮮 看起來我是點對了 看起來就很好吃 然後我等一下推上 一碗滿滿的白飯 我來 你吃吃看 脆脆脆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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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完 這是他們的醬 應該是他國的醬 這我加 嗯 好 沒有了 你自己吃 你自己吃他就知道了 它也是炒鵝粉 喔 不會炒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在你吃它嗎 你來一看 看起來很棒 喔 有料 看起來不錯 這樣那個 炒鵝粉 它有點吃素 它炒鵝粉很好吃 它其實有點 好像感覺有點 有一點點酸一點奶的味道 蝦子這麼大顆 好 然後這個說中的咖哩 咖哩蝦 咖哩蝦很好吃 然後那個 漸水 那個 來代替青菜 然後這一點 對 這等下還開 不知道 好 然後青蝦 還有招待的 味道還是有 帶點甜甜的 啊這個就不是我 我愛的那個 咖哩的味道 蝦子的話就是 嗯 也是還好 一般這樣子 好 這鹽奶雞湯 嗯 這有點帶點酸 這樣子 然後椰奶的味道 好 比起剛剛那個 黃茲膏以下的話 我個人的味道會比較喜歡這個 但是它的那個 雞肉是 水軟的那種 沒有嚼勁的那種 好 好 就搭一點 翻炒看看這樣子 然後沒有點藥 然後我覺得 這健成的味道怎麼樣 味道還不錯 味道還不錯 可是你覺得它的含鮮味比較好 一起來喝這個是很好喝 鹽奶雞湯 其實它的雞肉如果你挑的話 它不是水軟的 沒有那個土雞那樣子 就是比較水軟 所以它整個 整個醬料是 還有它的那個 這個 剛剛是泰式草的 對 你吃到第二次的時候 也是帶點甜味 所以它整個 整個 整個口味是 醬料很夠 那你要說 對食材 海鮮跟那個 雞肉 重視的話 可以 就沒辦法在這裡 得到你的 奶酒醬 好 加在香山的 泰味 泰式料理 好 好 它的那個 醬料理 它 一量來說 它也算是平價 對 這是 麵食 好